对于单身女性如何可以提高美国旅游签证的成功率这个问题呢 其实目前是非常多的单身女性她们遇到的一个难题 那首先女性呢因为移民局觉得她会有来这边会有其他的目的 比如说在这边通过结婚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生小孩等等会有其他的目的 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单身的女性会比单身的男性或者是说已婚的这个女性 已婚的男性她们的签海外这个美国的流签证的成功率相对来说会低很多 因为呢移民局收到这个单身女性的这个签证申请的时候呢 她们会先入为主的去想你哈 单身女性来去美国很容易找到一个美国公民结婚 然后就留下来不走了或者是说根本去美国这边去去怀孕生小孩的 那这个话呢这个这个话就会会有很大的这个移民倾向 移民局在审理每一个旅游签证哈能否去通过这个美国的旅游签证 她们的意图其实是看这个申请有没有移民倾向 所以她们会先入为主的认为这个单身女性呢会 会很容易的不回来中国 所以呢这个这个移民倾向呢对于她们来说是很严重的 所以会拒欠的拒欠率会比较高 那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如何提高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说从这个比如说海外的这个资产啊 您的去过发达国家的这个次数啊 或者是说您的在美国这边的千年呢等等 从这些方面呢您都可以去向美国的移民观去展示哈 你来美国是没有移民倾向 我来这边呢比如说十来天啊一个月我就会走哈 我来这边比如说旅游的或是探亲的或是商务的 我来了美国就会回去原居住国哈 我在原居住国呢其实还有很大的联系 不至于我可以马上就可以留下来 那这些你对这个原居住国的这个牵连 或者是说这个联系呢这个联系紧密的这个方面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哈 首先第一个呢当然就是说你去签证的时候呢 最好你的护照呢不要是一个白本哈 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 然后马上签了一个美国 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发达的国家 所以美国的移民观呢他会认为 在你没有见识过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下 一来的美国就会被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吸引 很容易就留下来 所以呢您的签证的护照呢 最好不要不要是一个白本哈 最好去过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 比如说欧洲啊英国啊 这个加拿大啊这个日本啊哈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呢 那他美国这边也不是说非常的看重 但是呢像英国法国哈 这个这个欧洲的国家或是加拿大这种呢 如果你有那边的签证 然后去过之后呢又会安全的回来的 那美国这边呢相对来说通过这个成功率呢会稍微大一些 因为美国移民局会认为 你既然都去过几个发达国家都没有这个移民的倾向 也不至于在别的国家留下来 那在美国这边呢也应该会 会好一些的哈 不会马上就会留下来 所以这个移民倾向呢相对来说会这个减少 那另外一个呢对于单身的女性呢你必须要让移民局知道您在原居住国呢有一份相当好的相当高薪的一个这个职位 所以呢公司的这个工作这个证明性呢是非常的重要哈 比如说证明您的职位哈达到哪里 您的年薪是多少您的财务资产有哪一些 您的来这次来的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那这个呢必须要让移民局知道哈你来到美国是干什么的哈 我然后呢我在中国那边呢还有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哈高职的 呃薪水又高的一份这个职务 我不至于来到美国这边啊就会呃这个跟公民结婚等等 我不会放弃我中国那边的这个资产或是这个高薪的这个职业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哈可以或是如果嗯这个有这样条件的话呢 其实不妨在呃比如说这个单身女性之前被拒签过几次之后呢 可以在这边找一些呃这个相关联的单位 比如说哈一些市长啊一些议员的一些军队背禁的一些人会被为你的签证进行背书哈 比如说写一个简单的这个担保函哈证明这个单身女性其实来这边呢 我只是来这边进行这个短期的商务访问或者是说旅游的或是探亲的 我并没有这个移民的倾向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有助于提高这位单身女性呃这个签成功签过这个美国B1B2签证的一些呃一些可以说可以做到的一些呃基本的一些要求 其实呢对于单身女性他们在海外签证呢我们在以往的过去做的这个经验中呢发现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哈 他们呢在海外找一些中介去帮他们签的时候呢那中介呢可能收了他们的签证费哈 为了提高这个签证率呢他们会贸贸然的在他们的BS160上面哈说他们是已婚然后呢欺骗这个移民局然后为照一些这个已婚的结婚证明去提高这个单身的这个女性的这个签证的成功率 其实呢这个方法呢我们是认为不能采取的因为呢你一旦有一次比如说在海外哈你签了这个你自己是已婚的 但是呢万一你来到美国真的以后要结婚的话你就为以前的这个为了成功签到这个B1B2了的这个呃这个假冒的这个结婚证或是假冒的这个女先生的名字呢去负上这个责任 因为呢移民局到最后来说还是会查到你之前的这个这个已婚的这个事实是为了要骗取移民局的信任而去卫造的一些文件 那你到时候就说来到这边真的是要结婚的话呢那你这个已婚的这个事实呢肯定会暴露在移民局而移民局是去因为你之前的这个卫造文件记录啊 拒绝任何你以后的这个移民或是任何的一些工作签证的一些非移民移民的一些正规的签证申请 所以呢单身的旅行他们要就是说安全的拿到一个美国的这个B1B2的旅游商务签证呢必须要有正规的途径 比如说一些好的工作单位的证明啊一些高资产的一些证明啊这个护照啊去过很多国家的一些签证的证明啊 或者是说一些得到美国这边一些专业人士啊一些军队啊这个市长等等的支持啊不应该去采取一些别的渠道而为以后自己的 这个移民美国或是来这边其他的路子而附上这个更大的这个后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ons macac 身体 Armor 转发 这边就像棍子 三个蛋 抵四 Inser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